连续大雨加上强劲的东北季风 造成吉安乡部分的水稻出现白岁的罕见现象 乡长游淑珍邀及农会稻民产销班 水稻育苗技术改良协会及村长 共同关心农损情况 游淑珍表示公所将善禁地方的权责 积极争取上级单位的重视 协助保障农民的相关权益 本一是绿油油的稻田 现在却出现了白岁现象 农民说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 正在这时候我们这个水到这儿出岁的时候 受到他们的风跟雨 就把他的坟都被打掉被吹掉了 然后就使以这个稻子 就像以前的不念针一样 之前的那个不念针 它会稍微有一截 后面还有一截 还有几粒 一两粒两三粒 它会受火 今年不一样 今年整税都没有用了 就已经达到八十以上都没有办法收过了 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没有没有 我从重点中了四十几年 不整工作 既然香港游淑珍特别走进稻田里 看到变白色的稻税 实在是为农民感到担忧 他也立即要求公所农业客 在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等法规面 或者是水稻收入保险理赔措施上 给农友们最值得的帮助 今年因为大雨的因素又加上 大雨过后 风强风又剧烈的来临 所以让我们的稻米 连开花授粉的机会都没有 整片稻田几近80%非常严重的受损 今天从我们的央苗 理事长跟水稻班 还有各村的村长 农会来到现场 希望让我们的中央跟地方 听见农民的心声 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机会 跟农粮署 我们的农改场 跟我们这个农民来发声 在法令的范围之外 能够带给农民一些协力 或者是向上的诉求 以及我们在地可以给予的协助 天然灾害造成的农损防不胜防 游淑珍表示 今年度简安厢参与水稻保险投保的户数 有60事件 投保面积达到379公顷 为了协助农民不再看天吃饭 降低天灾对农民造成的冲击 简安厢公所会持续了解现况及需求 在各个方面挹注资源 协助复根工作 让农民可以安心从农 简陆会简安厢报导